我們現在請林淑芬委員做巡答 林淑芬委員不在 林淑芬委員不在 我們現在請劉建國委員做巡答 劉建國委員不在 劉建國委員不在 所有登記發言委員均已發言完畢 巡答結束委員質詢 要求提供相關資料或已出面 民視兌廣課 現在休息 才早上10點多而已就要結束會議了嗎 沒有啦 10點多而已那人就說我們結束巡訪 其實大家都從辦公室走過來要質詢啊 又不是說大家不過來 只是誰曉得你前面登記那麼多人都沒有發言 那我們都發現兩個唱名沒過我們就馬上不用跑的從辦公室跑過來 又不是說就直接在那邊擺難 就說到10點多你就說要結束會議結束質詢 開會從總質詢從開始質詢到現在一個小時而已 一個小時多一個小時多質詢而已耶 主席是急著要回家還是什麼 好 急著要結束會議是因為家裡要回去跑行程嗎 早上10點多就要結束整個委員會的議程 這也會不會太離譜了 主席我都不等了 對啊怎麼會這樣 他就急著要回去照床的樣子 照床被開了比較重要 這樣就不要做主席啦 大家好言拜託耶 拜託完以後給我5分鐘 現在怎麼變成1分鐘啊 誰會知道前面本委員會的委員 國民黨集的都沒來 不發言 本來suppose他們都會來的啊 當聰明跳過的時候我們就從辦公室用跑的跑過來了 沒有他剛才跟我講說他要五分鐘現在變一分鐘 他剛才給我說要個五分鐘我說好 不是啦那才十點從剛才到現在十點四十幾分的時候 就結束了所有的巡答這未免太離譜 但顯然主席就是另有要務再生急著要離開嘛 急著要離開的話就不要當主席 要回去跑行程也不要當主席啊這麼簡單 開會才開一個小時而已 官員們行政報告結束以後咨詢總的時間才一個小時而已 主持會才一個小時我們立委咨詢才一個小時 就要把整個會議結束讓我們不能發言 撥斷我們的發言權就趕快回去走趟 就趕快回去走趟不要做主席啦 誰曉得國民黨本委員會的人都不來發言誰曉得啊 而且剛才唸修正條文主條在唸也還沒唸完 他心情不好就直接說休息 他想要休息就休息 連醫師人員都還在唸條文耶 他想要休息他心情不好大小姐就想休息就休息 現在是怎麼樣大小姐不要到立法院來當啊到家裡當就好了 管他大不大小姐 想當大小姐回家去啦 大小姐主持會議太累的話也回家啦 沒看過委員會開會開到十點四十幾分 主席就想要把質詢時間結束的啦 沒見過啦 開會開一個多小時就想要把會議結束掉 沒見過在野黨這樣子的啦 也沒見過在野黨是這樣子開會的啦 在野黨都巴不得趕快質詢時間開久一點 大家可以監督政府為什麼不呢 監督執政黨的政府為什麼不要呢 在野黨都自己這麼偷懶了 沒見過在野黨變成護航的啦 大小姐休息夠了沒太累了 開會開一個多小時就太累了 大小姐叫他回來啦 大小姐趕快回來 謝大小姐 大公主 大公主 公主不能太累 公主太累了休息 阿楊 金茂怡 執政黨的立委都不來諮詢 所以我們跑過來時間不夠 他把諮詢時間結束了 叫國民黨大小節主席趕快回來 國民黨本委員會的委員不來講話 所以都念過跳過了 十點四十幾分就把委員會的諮詢結束掉了 在野黨 公主 公主病 心情不好想怎樣就怎樣 公主病 公主病 當公主當慣了 心情不好教訓我們 結束會議 他要休息 不要惹公主生氣 公主生氣了我們就要看他的臉色 立法院要看公主的臉色 大小姐不爽 不想開會 有公主病 現在開會 請繼續宣讀條文 所有登記發言委員本已巡答完畢 幾位到場者意義依照規定唱名 現在由委員林淑芬請求巡答 在場如果沒意義 我們就請林淑芬委員進行巡答時間三分鐘 好 謝謝主席 這個我現在就叫我們秘書長 就是說 我們今天在談舞弊 這裡有什麼事情 會 傷害國家考試 這一點 這個 有什麼事 有什麼事 還沒有 這個 影響 有什麼事情 我不是吵你耶 是你拿著麥克風講說要給我們一分鐘 然後給我們什麼補出席 我只是糾正你說沒有就沒有 那時候沒有開麥克風 沒有開麥克風 你這樣跟我講不是道理一樣 繼續吵下去還是要主席 要吵我怎麼會擔心你要怎麼吵 當主席是要公平公正嘛 對不對 那如果說有我們的同事都還沒有來 你休息個五分鐘 其實什麼事情都迎刃而決了 我對你們國民黨團的成員是這樣處理啊 主席是不是這樣子 我們就拜託請求劉建國的讓他講 好 對啦 因為開會時間還早啦 沒關係啦 為什麼拜託 他不用拜託 是我拜託的啦 是我拜託的啦 當一個國議員完成簽到完成登記發言 因為之前的委員登記的時間沒有來 然後那個速度往前趕的情況之下 所有登記發言委員本已尋答完畢 我到場者一以按照規定唱名 有一些委員 從辦公室趕來的人 可以來得及 我當主席 我當主席 我就是這麼處理 我不分難力 我都讓有登記發言的委員 可以在如期的完成發言登記 登記發言 我就按照議員登記發言的委員沒有來 我本來就可以給你 又不給你發言 我們沒有辦法去掌控 你現在都要吵架 我們就不要逐條 你當主席 就應該要公正 你當主席 就應該控制會議的時間 你當主席 就應該多多添加意見 沒有啦 我說一下 今天是因為我們自己委員會的委員不發言 這個是始料未及的 所以來不及從辦公室跑過來 因為從辦公室跑過來的時候 這個時間要兩分鐘 結果就全部都唸完了 因為我們真的沒有料到 自己委員會的委員 今天唸很慢 特別唸很慢等你們 你們都不來 因為我們知道 本委員會的委員竟然有人不來嘛 因為這始料未及啊 主席 但是我們有發言的意願 這樣爭議的時間其實常常會發生 但是我們到別的委員會 其實我們還是讓有心想要 這個諮詢的人 還是讓他諮詢 我想吵的時間 其實都 對不起啦 我沒力對十九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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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力對十九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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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讓他繼續尋答 這樣子不是很快嗎 三分鐘一下子就到了 我們吵架都不止三分鐘了 休息一下怎麼休息 剛才已經休息很多下了 休息就休息啦 休息一下好了 不用啦 不用休息啦 這三分鐘而已嘛 其實有時候也是可以登記第二輪發言 也是不要緊 因為時間還早啊 主席 我們是理性問政啦 其實每個都有想要表達的一些意見 我是覺得既然來了 也是趕著過來的 也是滑淚進來的 我覺得真的不容易耶 真的跑過來的 所以我想說 對 其實喔 在立法院喔 罵更嚴重的話還有 我們今天其實還好 只是想要爭取機會 來表達一下意見而已 好不好 主席 其實 其實就是這樣子各退一步嘛 建國不要再講話了 主席喔 你就讓他繼續講 兩個人這樣在這裡 然後面對面不講話 要怎麼繼續下去呢 你就 是不是下一個 我們就讓這個建國 劉建國 不質詢三分鐘 先前本席已經按照規定 對未到場委員唱名三次完畢 既然在場所有委員 均已同意劉建國委員之巡答 本席願意釋出善意不計較 請劉建國委員巡答時間三分鐘 出賢 實在 沒有這樣啦 我覺得 基本上都是臨書啦 大家好勝啦 然后